十那天四百多度电 你马上看电子的时候就只十那天 然后就走了 这是吓得不敢住了呀 一个月七八百度电 没怎么用电 十那天四百多度 这是家里的总长 怀疑家里是不是有漏电的 或者是有偷电的 下面用钱表掐一下线上的电流 电流3.6A 这很明显有电器在用电呢 电路中只要是有用电的 它就会有电流 3.6 x 220 这800瓦呀 一个小时零点八度电 现在这个房子没有住人 那是什么电器在用电呢 去看一下还有什么电器在用电 在卫生间水房 有一个压力出水罐 压力罐上有个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连着电源线和水泵 那就看一下这个水泵是不是在通电的状态 这个压力开关 输入220 输出220 接水泵 测的输入和输出都有电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地下水泵通了电 看一下有没有电流 嗯 有电流 3.56 这样这个一直用电的东西找到了 就是地下的水泵 所以这个水罐一直有压力 它应该停啊 怎么又不停啊 是压力设定的问题吗 或者说是漏水呢 反正这个水泵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打水 拉掉水泵的电源 这样就没有电流了 这个水罐的压力很快就下来了 他们说水泵 装的单向阀坏了 可能会导致它一直打水一直打水 另外它这个出水罐是单管的 没看懂就一根管上来了 就是水泵先往里打水 打满以后自己再往外放 我把这个法门关上 现在知道是它的原因了 那这个水泵就不用了 也就是说以前每个月多交多少钱电费 一个月好几百啊 关掉水泵测量 还有很小的一个电流 0.028A 这个是一个灯的电流 只要打开灯 灯亮了就会有电流 把灯全关掉 再测 电流就没了 这样它这个用电多的原因又找到了 水泵一直打水 现在关掉不用了 好了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来修一台大设备 不知道好不好搞 现在出现什么故障了 啊 这个变频器出现故障吗 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了 对啊 不过这个变频器啊 这个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了 他这个标 我这是符合了 变的都没问题 就这一路线 我刚才我要变频器我买个洗 那一会就倒 要是谈的事 你给我换网看 到底咋回事 可以 现在能送电 什么都送电 就是不转吧 对啊 这个变频器带电机转不了 他没想让我看一下是电机的原因 还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 还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他这个控制是端子控制 调数也是端子电微器调数 他这个控制电路也简单 这边是电机输出 这边是输入电源 这个变频器是坏了吗 用弯一表测一下 我用指定表测一下吧 测一下他的端子 测他的主电路 输入端与P正 看表征的摆动 这一项正常 其他两项都不正常 测他的单项导通 反向是截止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两项本来就不正常 测的还是不正常 他有电阻就不正常 那手电转 拆掉电机这三个线 测量 输出这三个端子 与P正 表征没有反应 把两个表笔倒一下 倒完表笔再测一下 有摆动 刚才已经测量出来了 他的输入这一块 阻回路已经完了 输出还行 输出还有电阻 这种情况就不敢再送电了 另外这个电机的线 他已经掐断了 那我正好测量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万一表调零以后测量电机的三项线圈之间的电阻 电阻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电机是好的 电机没问题 好了 这是买了一个新的辩评器来了 拆下老辩评器 现在的设备自动化 少不了辩评器 所以了解的辩评器的基本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装上新的辩评器 新的辩评器装上了 看一下 测一下他的组回路 与那个批证批负 测量 看输入端 都有 表针摆动正常 这个一般他们都是用数字表测量管压降 我是用指针表测量 测量他的单向导通反向截止 来判断一下 是不是好 端子接线 这可以看说明书 这上面有个电路图 可以照这个接 它这个端子接线用到了正转信号 就是两个线接通 它就启动 还有调数电位器 照这个图上标的接完线 看看接线接的没问题 接的都对 然后再改参数命令源 改为端子命令 主批率选择改为AR1 接的电位器端子控制速度 就是电位器调数 我感觉就改这两个参数就好 瞧瞧瞧的 不算是吧 它得按那个铝的 不不不不不按铝的 不按铝的 我的眼还调参数 是 50 50 301是命令 0 改成1 它的命令行就走劈率 走劈率 H002 H002是选择2 11的吗 11无极调数 原来它 那不用这个调数吧 不用 用这个 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电位器 你改 是2吗 A21002 好 就这个 然后确认 应该差不多了 这就是运行命令 Di1 这个端子 设置 它上面 现在就是1 就不用动 好了 看了一下 其他层数都根本不用动 直接返回 调电位器 可以调它的转速 开吧 这样就可以通过电位器 来控制变频器 给电机调数 这样就好了 设备转动正常 运行正常 那这个拆下来的变频器 把它打开了 看一下哪个地方烧了 从这个缝里边侧面看 可以看到里边又打黑了 看一下是不是炸鸡了 它里边这几个变频管 有的都爆了 就是炸鸡了 等一下问问老板还修不修 我也只是懂些皮毛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